我們是東京走的橋 我是包伯 我是文 我們今天帶大家從表餐道一路走到夏北澤 所以我們會從時尚走到文青 最後到溪比喔 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我們第一天從表餐道開始 那這一路上有很多的時尚品牌的旗艦店 在蘋果專賣店的附近有個天橋 可以上來拍到表餐道的絕景 在表餐道之秋這邊我們推薦兩家餐廳 一個是Hugo & Victor's的甜點店 我們點了巧克力排會來囉 超香濃的 剛剛他服務生拿了這本超級可愛的小本子 結果裡面打開來是今天的帳單 然後還有Golden Brown的漢堡 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家叫Golden Brown Burger 然後是漢普百名店 好表餐道逛得差不多囉 接下來帶大家去公園悠閒的散步 從青山沿著表餐道往明治神宮方向走到底 左轉再走三分鐘就可以到戴戴木公園 我們現在來到戴戴木公園啦 戴戴木公園的面積大概是54萬平方公尺 然後在23區都會公園的面積大概是第四大 由於這邊綠地的面積很廣 所以很多會在這邊野餐 我後面在盆水池這邊還是東京能助眠賞營景點之一 這個公園呢也是東京很喜歡來這邊騎腳踏車或者是跑步的地方 我們現在要離開戴戴戴木公園前往戴戴戴木上園的方向去喔 戴戴戴木上園位在戴戴木公園與夏北澤之間 是個悠閒的住宅區有著不少的人氣咖啡店 我們也推薦這個區域的咖啡店 然後像我身後的這家365日 它是一個麵包店然後也可以在裡面喝咖啡喔 像這家Camelbat咖啡店啊 裝款是蠻時尚的 由於這邊的咖啡店啊散落在四處 所以建議先做好顧客再來 這個區域啊還有一家全球知名 來自挪威的咖啡店 那看我後面的人潮就知道它的人氣非常的高 東橋推薦在東京散步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能欣賞與感受東京這個城市的氛圍 這區啊雖然開是很油緊 但兩旁仔細找到會有很多小店 好那我們這個區域逛完了 接下來就走路到夏北澤逛一逛吃晚餐 從代代目上緣步行到夏北澤 大約需要20分鐘 中間沒有太多景點 想搭乘小田級小田園線前往也可以 那我們就正式進到我們的最後一站 夏北澤區域 夏北澤這邊啊非常的稀皮 有很多古著店跟雜貨店 我們後面這家New York Joe 它在白天的時候是一個 超級史章最熱門的古著店 對 我們家看起來很酷的水煙店 另外夏北澤這邊的餐廳也還蠻有名的 而且呢這邊是以咖哩文明的 像東橋就有推薦三家不同的咖哩店 這家Rojiula Kare Samurai 是東橋心目中湯咖哩的第一名 真的超好吃的喔 三日月牙也是SAMURAI系列的咖哩 點的超豐富的咖哩飯來囉 那我們晚餐就吃湯咖哩 咖哩食堂 新 我們今天點的是14種鹽菜 加上有骨頭的雞腿的湯咖哩 有種藥膳的香味 推薦大家就是用飯去加一點湯 因為湯蓋裡的精華其實就真的都在湯裡面 很好吃 以上就是從表餐到上不到下美人的新餐啦 我是包婆 我是文 大家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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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